五岁半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拿出华文课本 好,小朋友们我们打开课本第六页 我们写上今天的日期 日期 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新的生字 小鸟 好,到小朋友读了 对了,这一边就是小鸟 然后我们看这一边的句子 我们读哦 小鸟飞到同学读了 好,下面 小鸟在空中飞到同学读 对,这是一只小鸟 所以它在做什么?在飞 所以小鸟在哪里飞?空中飞 好,小朋友们我们看下面的图片 好,来我们读哦 看图说一说 哪些是鸟类 把它们圈起来 所以它讲把鸟类圈起来 所以我们准备签签出来 好,第一个 第一个是鸟类吗?对 是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圈起来 用链笔圈 第二个,山羊是鸟类吗?不是 所以不要圈 第三个,这一个是鸟类吗?是 所以我们圈起来 好,来我们看第四个图片 马 马儿是鸟类吗?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圈 好,这一个什么?鸡 鸡是鸟类吗?不是 所以我们不用圈 好,第五个,这一个是鸟类吗?是 所以我们跟它圈起来 所以我们总共鸟类的话 总共有1,2,3 所以圈三个就好 好,小朋友们 我们打开课本第七页 也是写上今天的日期 日期 好,今天我们学生字 鱼、鵝 到同学读 这一个就是鱼、鵝 就是鱼的意思 然后我们读下面的句子 鱼、鵝、油 到同学读 好,下面 鱼、鵝、在水、里、油 到同学读 所以这个是鱼儿 鱼儿在做什么?在油 对了 它在哪里油?在水里油 OK,好,小朋友们 现在我们 小朋友们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面的图片 好,来我们读题目 看 它叫你看图片 说一说 好,来我们看这一边旁边的 粉红色的字 读 读 读 到同学读了 好,来我们读下面的句子 谁会油 鱼儿 鱼会油 它讲谁会油 所以这些都是鱼儿 会油 鱼在油 所以鱼儿怎样油呢? 它就是 摇摇尾巴 摆摆头 好,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上到这一边 再见 再见